撒姆尔记上第26章 西服人基比亚来见扫罗说 大卫不是在旷野前面的哈基拉山中躲藏起来吗? 扫罗就动身下到西服旷野去 跟随他的有三千以色列精兵 要在西服的旷野寻所大卫 那时扫罗在旷野前面的哈基拉山的路旁安营 大卫仍然住在旷野 大卫看见扫罗来到旷野追寻他 就派出探子 直到扫罗已经到了纳康 大卫起来 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 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的地方 扫罗睡在军营的中央 众人都在他的周围安营 大卫问赫人亚西米勒和席鲁雅的儿子 约压的兄弟亚比塞说 谁愿与我一起下到扫罗的营里去呢? 亚比塞回答 我愿与你一起下去 于是大卫和亚比塞趁着夜里到了众军那里 扫罗正躺在军营的中央睡着了 他的毛插在头旁的地上 亚尼尔和众军都躺在他的周围 亚比塞对大卫说 今天神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 现在求你容我用毛 把他刺透在地上 一刺就够 不必再刺 大卫却对亚比塞说 不可杀死他 因为有谁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高者而无罪呢? 大卫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死其道了 或下到战场阵亡了 我在耶和华面前 绝对不敢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 你可以把扫罗头旁的毛和水袋拿来 我们就走吧 于是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毛和水袋 他们二人就走了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醒来 他们都睡着了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睡 然后大卫过到另一边去 远远地站在山顶上 两者之间的距离很远 大卫呼叫众人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 亚尼尔啊 你不答话吗 亚尼尔回答说 你是谁 竟敢呼叫王 大卫对亚尼尔说 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吗 以色列人中 有谁能与你相比呢 众民中 有一个人来 要杀害王你的主 你为什么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 你所做的这事不好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你们都是该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的主 就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毛和水袋在哪里 扫罗认出是大卫的声音 就说 我儿大卫啊 这是你的声音吗 大卫说 我主我王啊 是我的声音 又说 我主为什么这样追赶仆人呢 我做了什么 我手里犯了什么过错 现在求我主我王听你仆人的话 如果是耶和华激动你攻击我 愿耶和华收纳祭物 如果是人激动你 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因为他们今天把我赶出来 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 说 你去服侍别的神吧 现在 求王 不要让我的血流在远离耶和华的地上 因为 以色列王出来寻锁我的性命 就像人在山中猎取一只浙菇一样 扫罗说 我有罪了 我儿大卫啊 你回来吧 因为今天你看我的命为宝贵 我必不再害你 看呐 我做了糊涂事了 并且错得很厉害 大卫回答说 看呐 王的毛在这里 可以叫一个仆人过来拿去 耶和华必按着个人的公义和信实报答他 今天 耶和华把你交在我手里 我却不愿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看呐 我今天怎样看中你的命 愿耶和华也怎样看中我的命 并且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扫罗对大卫说 我儿大卫啊 愿你得福 你必做成你所要做的 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离去了 扫罗也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扫罗也回答